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 资讯 流行 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数位的PUB最正点 好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UB最正点 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PUB最正点 来跟大家聊聊 这个懂法律对于劳资 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其实就是一个双赢 多懂一点法律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来宾 他同时是台湾唯一具有法官 劳动局长 宿院省议委员会主委 金控公司董事 目前是经验丰富的律师 哇 陈云叶新律师 律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所以你的资历又当过法官 又当过劳动局长 然后目前是律师 所以从法官 然后转到在公家体系 然后再回到律师 其实都很不一样的经历 是 那就是 就是在我的职埃上面 比较多才多职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站在劳方 知方来自于主管机关 甚至是法官的立场 去看一个劳资纠纷 可以比较全面 没错 好 那所以这个 陈云叶新律师呢 就带来这本书叫做 懂一点法律 劳资不对立 管理不犯错 这本书呢 一般的民众也都非常的容易阅读 因为陈云叶新律师就是希望 一般的民众在阅读 类似的法律书籍的时候 能够很快进入 那个文字的叙述当中 是 因为我有一个 应该说有一个志愿吧 我希望让我们台湾的老百姓 尤其上班族 起码你要懂 到底在劳资纠纷 或是劳资的互动里面 到底法律怎么样保护你 然后从老板的角度 或是主管的角度 也知道说 我们在管理同仁的时候 界限在哪里 但是我有敢于过去的法律书 其实虽然每个字都中文 但是其实一般人打开就封闻语 所以都看不懂 有点太艰深了 对对对 所以这本书 我特地用报导的文学 这样的一个手笔 然后用20个前显一种案例 所以其实我会建议你 大概一天看两个案例 大概10天把它看完 是 有20个案例 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些 应对的流程 然后有一些 可能跟你都有息息相关的状况 类似会发生 那对于劳资双方 其实多懂一点 对于劳资双方 都是双赢 我刚刚讲 对不对 就是说 因为一般来讲 都会觉得 好像劳工比较 站在弱势 但有时候也不一定 不一定 对 现在因为 尤其这几年 国家的法律 越来越保护劳工 对 我也觉得如果遇到一些 比较懂法律 但是他可能又工作态度 不是那么正确 劳工的话 其实老板跟主管会很辛苦 会很辛苦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本书 不是要偏袒劳方或职方 我们站在一个平衡的角度 然后把这个法律的红线 把它划清楚 然后让双方 不管是处在劳方或职方 或是主管 你在对立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轻易去踩到那个红线 是 因为你对于法律 能够多一点理解的时候 你在看事情的那种态度 跟角度也会不一样 是 没错 那我觉得你在管理上 你会更有信心 因为你知道红线在哪里 你知道基础在哪里 是 好 所以 在本书当中 这个陈一新律师 他非常的清楚的 有做了一些 这个 每一个章节的重点 例如说 招聘的时候 不可不知的法律常识 然后管理员工 资方怎么样 多懂一点法律 管理员工更不费力 劳资能够关系更和谐 那还有一般我们都会碰到 什么加班排班请假 到底在法律的界限上面 应该怎么样是 是我们有权利 那怎么样子是 资方能够有一个界限的 那保护公司也是保护自己 那其实在招聘的时候 没有阅读这本书 我还其实不太了解 原来在招聘的时候 有很多的招聘的文字上面 也要多注意 不然可能就会有所谓的歧视问题 是 这个其实 劳资纠纷是从招募的那一刻开始就会有的 比如说前几年在中南部有一个餐厅的老板 他贴了一个招募公告 那蛮有趣的 他用传统的红纸写 写说他要清洁厨房的人员 外送人员 还有内厨阿姨 然后旁边又用白纸写了一个 我觉得他有一点幽默思潮跟抗议的字眼 他写说不欢迎 不认识赖清德的欢迎 我们优先录取 然后就被记者破上网 然后记者就来问我说 这个招募广告有什么问题 那记者其实是要问我说 不认识赖清德的优先录取 有没有什么就业歧视的问题 我刚才说并没有 它是一个笑皮话 因为我们就业服务法第五条的第一项里面 对于所谓的就业歧视 他列了很多从种族阶级党派 年龄出生地龙貌等等 这些我们常见的 但是认不认识赖清德是一个事实状态 也许他只是一个笑皮话 但是不会因此触法 不过他这一个招募广告还是个问题 因为他写说他要招募内储阿姨 阿姨这两个字就有问题了 他可能同时牵涉到性别歧视 跟所谓的年龄歧视 那严重的话可能罚30万到150万 所以写错字就有这么大的危险 那他内储阿姨要改成什么字呢 你就写厨房人员或是厨师就好了 中性的描述就好了 中性的描述 那他可以陷男或陷女吗 当然也不行 因为这个是更赤裸的一个歧视 除非那个所谓陷男陷女是有牵涉到 这个真实的职业资格的部分 OK 了解 就是说这个职业只适合女生做 或这个职业只适合男生做 有这样的工作吗 有 比如说女生的内衣模特 比如说百合公司的内衣的专柜小姐 我想各位应该没有看过 在百合公司的专柜卖内衣的是一个先生在卖 因为这也会衍生很多类似像性骚扰 选租手之类的争议 好 所以在书中这个陈律师也提到了 不能列出的真才条件有18个 种族宗教性别容貌血型 阶级 阶级是什么意思 阶级就是类似说 比如说你家里是不是当部长的当官的 或是你爸爸是工人还是商人之类的 这样来做筛选 阶级歧视 党派性企业 然后你也不能这个 以往是工会员 工会会员 对 就是用工会会员来筛选 就说你参加过工会是不是来搞破坏的 对对对 了解 然后身脏也不行 对 身心障碍 年龄 籍贯 语言 思想 思想怎么判断啊 思想就比较悬的 可能类似像说 你是不是比较倾向于你是统拜独派 或是你是左派右派 你是支持比较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 这种之类的 那如果说 这一个资方 他比较倾向于某种思想 可是他在招聘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员工的思想 跟他比较相左的话 他只要不找他麻烦 应该没有问题吧 就是说他不要明白的显露出来 用这个来筛选的话没有问题了 但是他不能大大大说 比如说你支持共产主义 你支持社会主义 我就不入取你 了解了解 OK好 所以很多的真才广告上面 会只写出这个职务相关的条件 条件 那其他无相关跟工作内容不相关的 余律不写这个是对的 对没错 这个最常见的可能还有一个 比如说性别不拘 但是男性限异弊 那这个曾经劳动部也讲过 这个可能也涉及到性别歧视 那如果我们发现他 就是说我们在真才 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发现有几家公司都有这样子的一些规定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 就是到各县市政府的劳动局或劳工局去检举 这个要检举感觉可以检举很多 是 不过现在也很多公司因为经过这几年来的 政府的宣导跟劳动检查 其实这种情况也慢慢在缩小 也慢慢缩小了 对 他其实就是对于劳资的关系 希望能够往更调和 更平衡的方向去 这个是利益的目的 那当然就是对于我们在找工作 或者是你在职场当中 你觉得适不适应 或是你有没有觉得遭受到一些不平等待遇 在法律上面 你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些帮助自己的线索 那当然你也不可以当一个奥客 很多很多劳工他因为法律 就是看这书画心画的很重点 看得很巨细迷 他就会去找老板麻烦 是没错 这个各位也可以去网路搜寻一个叫 早餐店蟑螂 就有这样的劳工 他一年换12个雇主 然后他每次去这种街边的 像那种美儿美小吃店 去应征之后 他可能做个一个礼拜 就开始跟老板说 你都没有给我加班费 你没有帮我保 劳健保 甚至你高薪敌报 就开始劳职纠纷 那老板有时候被他告到劳工局或劳动局 觉得不胜其劳 就干脆付钱给他 对 所以还是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们多懂一点法律 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 再来请教陈叶欣律师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懂一点法律 劳资不对立 管理不犯错 这个是陈叶欣律师 他的最新著作 这本著作里头 哇 写得非常非常的扎实 关于几乎 劳资可能会面对的问题 在书中都可以找到 这个类似的案例 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 怎么样去处理 那在法律上 你怎么样理解 法律上上面是怎么样 做的一个条文上面的列举 好 那刚才我请教陈叶欣律师 就说这本书 因为很厚实 大概的逻辑 我们要怎么样去阅读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 它很简单 它就是从一个劳工的职埃 在一个公司里面的发展 照顺序来安排 那也就是从一开始的招募 到来面试 口试的时候 要双方注意哪些事项 然后到录取了之后 到底老板要怎么样 发这个operator 然后进来之后 有没有所谓的试用期 那试用期合不合法 要怎么样签 然后再来 确定了之后 已经on board之后 可能会有工资跟工时的议题 然后再来可能 做一阵子 可能还会有调动的问题 然后如果你的工作 需要轮排班的 那轮排班 大概人资主管 跟部门主管 要注意哪些问题 然后日常在职场上 可能遇到 比如说性骚扰 或者不幸发生 职业灾害的时候 那到底劳资创办 要怎么应对 然后再来 最后可能 走入到直来的末期 他也可能顺利退休 也可能他自己要离职 也可能老板觉得 他不是很适任 或老板经营不下去 要亏损了 所以就要裁员要资钱 那至于老板觉得 这个员工踩到 他的一些红线 例如亏空他的空款 例如说不告而别 然后就是没请假 就矿值 这些情况把它开除之后 到底劳资双方 怎么样正确的 合法的结束这些关系 这本书里面就这20个案例 把它给串起来 很详细 所以几乎是在职场当中的 不管你是劳房资方 其实都可以阅读 还要更理解 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处理 其实就是劳资关系 预防剩余治疗 我觉得这个书当中 这个陈彦欣律师 一直提到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劳资纠纷 只要一发生了之后 都很难处理 这个跟家庭纠纷一样 平常没事就没事 但是一发生起来 大家就翻人不认人 但是很多事情 又都没有讲清楚 像当主持人也提到说 我们台湾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 其实他比较 就是没有法治观念 或者说对法律也不熟悉 然后他用一个温情主义 把员工都当家人 这在平常的互动的时候 有人情味这是好的 但是物安T 有一天大家认知不一的时候 一番起来来 发现这个也没写清楚 那个也没写清楚 那就会造成主管机关 跟法院很多困扰 最终劳资就是两败俱伤 就两败俱伤 我写这本书就是要避免 或是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就是有条约的精神 或是条约上面 如果说他在跟劳资双方的条约上面 他其实没有按照劳资法走的话 可以吗 当然不行 因为劳动基准法 第一条第二项是规定 这个是国家的法律 他对劳工的保障 他的劳动条件 不管是工资工时 都不可以低于劳资法的规定 所以老板当然你要当老板的人 跟劳工的人第一优先都要去看劳资法 可是我觉得全台湾大概90%的老板跟劳工 没有好好地去看过劳资法 劳资法也才86条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觉得看法条真的太深意 可以来看我这本书 这本书上面是非常详细 而且是白话文 白话文我们都阅读得懂 有一些听众朋友就很好奇说 像109年1月1号的劳动事件法上路 那这个劳动事件法在劳方资方 各有什么样子要注意的事情 劳动事件法其实在今年1月1号上路 它其实是我们全台湾劳资互动的一个很大的新闻 不过就是被疫情给掩盖了 所以大家所知不多 那我简单讲 这个劳动事件法 它是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 是司法院主管的 不过它里面会有一些 对企业营运很震撼性的效应 例如说依照劳动事件法40条跟50条 49条跟50条 如果今天老板fire一个员工 员工觉得你这个fire是有问题的 他除了到法院去告你 他可以利用这两个条文 认为你解雇不合法或是调动不合法 要求法院下一个命令 下一个裁定 就是你fire我 没关系我给你打官司 但是你要先把我收回去 我继续领你的薪水上你的班 一边给你打官司 或者说你把我台北调高雄 我觉得你这个调动是不合法的 一样我到法院去申请到一个裁定的命令 然后如果我准了的话 我就可以继续留在台北 跟你一边上班一边打官司 除非我最后打输了 你才可以把我调高雄 所以这个对整个企业的营运 其实会变成是解雇也解雇不掉 然后调动也调动不了 然后从劳工的角度 就是我可以一边上班 淋你的薪水 一边给你打官司 行程早上公司见 下午法院见 这样的一个窘境 所以其实对企业的营运 如果不了解劳动事件法 跟劳基法的话 我觉得从此刻开始 会陷入很大的风险 真的耶 这个风险听起来很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像人力资源 这个一个企业的运作 我相信人员工是很重要的资产 那我相信这个大部分的资方 也都是希望能够跟这个 劳方有非常好的关系 你才能够帮这个企业 这个公司加分嘛 不然里面乱七八糟乱纷纷 然后就是这个劳资也不协调 这怎么工作 这就很困难 就是不用想说赚钱 就是每天进办公室 就key-poop-poop 这样是没办法 好 那像这个劳动事件法上路之后 已经有这样的案例在进行了吗 已经很多了 全台湾我们搜寻过 有七个劳工被非法解雇 然后法院准他们回去继续上班 然后一边跟老板打官司 那个官司还没确定 但是可以先回去上班离心水 那各位想象一下 尤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自己是个主管 你底下有一个同仁 你上个礼拜五才把他fire 这礼拜五他就代表大白 拿着法院的裁定回来 然后说他就要坐在原来的位置 上你的班 请问一下你怎么跟他互动 对啊 这样怎么互动 那如果他一直很不配合呢 那资方可以用什么方式 当然他也不能一直很不配合 就是说他该上了班 他该不能迟到早退 这些规矩他还是要守 可是我们就会觉得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主管跟员工会陷入一个很微妙的情况 大家都心智肚明 你就是我的敌人 在法院就是我的对照 可是我们平常还要假装说 我们可以合作一起完成公司交付的任务 这个其实是很尴尬的 这其实蛮复杂蛮尴尬 因为如果说你这个员工一边打官司 一边回来上班 在裁定还没有结果之前就一天回来上班 那要交给他什么任务呢 对不对 有一些任务是 就是感觉就是有机密或是不移的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考验主管跟老板的智慧 那我当然觉得 其实我们应该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应该要避免就预防剩余治疗 所以在我这本书里面就有一张专门在讲解雇的 你只要注意到解雇的时候 要符合一个叫做三锡原则 就第一个解雇 是要明确 然后再来就是他必须要保持一致 然后再来他就是要符合所谓的解雇最后手段性 你只要你确定你的解雇过程中 都符合这个所谓的三锡原则 clear constancy less choice 那这样子的话 到时候这个劳工到法院去申请 要要回来上班这个定战时状态处分 他会困难很多 哦明白 所以真的是劳资双方都要理解 这个是一个像很多人说 啊讲到法律就不同人情了 这就没意思了 其实有时候讲这种太多情绪性的话 也实在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他就是活生生在我们社会运转嘛 道上法院法官也是依法审判嘛 是 那如果有一方特别懂法律 有一方特别忽视他 那我只能说忽视他的人 最后一定会倒大煤 嗯嗯嗯 好所以这本书我觉得蛮 就是适合所有在职场当中 不管是老板或是员工 都可以来阅读看看 因为这上面有很多 可能以前我们都是似懂非懂的一些状况 或是有些迷思 在书中就可以厘清的蛮清楚的 那你就会知道说你现在的角色 你现在的位置 你该怎么去做 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懂一点法律 管理员工也比较不会费力 像在案例当中 在案例当中讲到说 工作规则的尺度严惩拿捏 是 这也常常就是让人家很困扰 是没错 那我认为是这样 其实我们很多中小企业 他不了解我们的劳基法七十条规定 就是员工人数在三十人以上 一定要定工作规则 那你所有的要对员工进行 讲诚或纪律的要求 你一定要劳动契约跟工作规则 作为依据 你才能去做 比如说你认为他迟到多久 你要减薪 或者说这个他违反公司 什么规定 你想要把他降他的级 从主管职变成非主管 然后甚至你要取消他的主管家级 这些事情你没有在劳动契约 跟工作规则详细的把它给定进去 你只是片面的觉得说 我理所当然老板有这个权利 现在这一个法治的社会 你什么东西都要白纸黑字 用规章吧 或是契约的方式把它给定下来 好 所以白纸黑字如果有定下来的话 对于彼此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模糊界限 就会搞的就是很复杂 或是双方理解的不一样 有时候我理解是这样 就像夫妻一样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以为你觉得是那样 就都不是这样 是没错 就会非常复杂 平常大家都不讲清楚 然后等到有一天闹翻了 那就很难看了 是好 所以我就回想到 我以前在当主播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是一个主播 可能一天要播三到四节的新闻 然后当时我的那一家电视台的主管 就想出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如果当时段在前三名 你可以加奖金 倒数三名就要扣奖金 这个这样子是合法的吗 我想如果他这个奖金 不是你原来的薪水 不是原来的薪水 我觉得还好 这是OK的 但是我会建议 就是主管或老板 如果想这么做的话 一样就是用劳动契约工作规则 或者一个奖金的办法 把白纸黑字定下来 然后让所有的主播 大家来签名说我愿意遵守 这样比较不会有争议 就像是像我们教育小孩子 就会说 你如果好好的念书 这次考到第几名 你有多少的 可是这是家庭吗 这就没有那种什么 白纸黑字的问题 但是在一个群体当中 一个工作场域当中 白纸黑字还是写清楚会 比较不会衍生出 后续的不必要麻烦 没错 这就是我讲的法律的功能 就是再划出一条红线 大家在红线之内都可以自由的发挥 发挥创造力生产力 但是请不要跨过那个红线 所以劳资财不对力 是好 所以这个是陈烟鑫律师 所出版的这个 懂一点法律 劳资不对力 管理不犯错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典 欢迎回到 POP最正典 懂一点法律 劳资不对力 管理不犯错 这个是陈烟鑫律师 所这个著作的一本 很适合给 劳方资方 都共同阅读的一本书 好 那因为这个陈烟鑫律师 他同时 具有法官 然后当过劳动局局长 也当过进贯公司的董事 所以 就是在不同的那个 位置上面 所看到的事情 角度会不一样吗 一定不一样的 比如说 当法官的时候 都是一个劳资纠纷 在前面 大家私底下和解 或是到劳工局去调解 都没有办法撑的话 才进到法院来 让法官做最后的仲裁 像我当局长的时候 当然就会在第一线 劳工有什么委屈 有什么申诉一进来 就是在劳工局 劳动局 然后甚至有时候 还要出马去劳检 会常常带着 工地安全帽就去劳检 就去劳检 带着同学去劳检 那金融公司董事 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野 他是纯资方的 然后底下是几万名的员工 然后就看到董事 会怎么样看待 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很宝贵的 他也可以发挥很大的生产力 但是问题是管人 也是比管钱管机器 还有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从这一些角度 我综合起来 我现在执行律师的业务 也大概六年多 那我认为 我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的话 不管我代理劳房或职房 去进行一个劳职纠纷的处理 都可以比较全面 好那有没有一些案件 就是律师你一听起来就觉得 你就是站在一个比较弱势 或是你就是没有懂法律 然后你是其实是无法去 在这个官司上面 有一些比较好的结果的话 你会直接建议他吗 如果说他的诉讼可能进行下来 对他胜算不是那么大 不管他是劳房或是职房 我通常就会请他就和解掉 例如说我最近也处理过一个案例 是一个劳工 他到公司来上班 那老板对他很好 也上了大概一二十年 但是劳工大概在十几年前突然说 老板你不要帮我加劳保 因为我家里欠钱 我帮我的家人做保 所以我如果投保在这里的话 银行会来扣钱 那老板也觉得 我们就一家人嘛 我就是方便你 所以也就答应他这个条件 可是薪水都没有降 结果最近跟老板出的不愉快 他居然用这一条就去告老板 那我听过最不幸的还有 就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 是开炸鸡店的 然后就那个劳工一样 他说他欠了很多卡债 所以他不要在老板这边保 劳健保 那老板就说 好啦那我就给你补贴一点钱 你自己去外面供汇报 结果呢他有一天去送 外卖送炸鸡 送鸡牌的时候 就在路上发生车祸死掉 他的家人就来告这个老板 不放过他 这种约定只有 他跟老板自己知道 他死了 死无对证 可是这种老保的强 自家保的义务 是所有的企业都要做的 可是我们台湾很多中小企业 就是如刚刚主持人讲的 他就抱着一个温情 家人的主意 你想想看 如果他是你儿子或是你的儿子的同学 你大概不会很计较说 我到底保不保 不保我还省一点钱 或者说他去工会保 我就补助他 结果出现这种事情 老板就要倒大美 这种我就会叫他赶快和解掉 了解 所以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在职场上面的问题的话 我们能够先有一些法律知识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像因为今年疫情 所以台湾像媒体就一段时间就会说 这个无薪假的企业有多少 然后或者是说 因为很多的产业 他都已经无法运作下去 他就会资钱 那最近这个疫情当中 你有看到什么样的现象吗 我看到确实劳动部也都有公告 就是放无薪假 跟大量资钱的情况就越来越多 那如果说在这种疫情的关系底下 像有一些餐厅都收掉 有些旅行社也是 然后观光业饭店 那这个部分其实它是符合 劳基法11条第一款的歇业 或是第二款的亏损业务紧缩 那这个确实都可以做 不过我会建议 如果超过大量解雇门槛的企业 要在60天前要报到劳动局 这是规定吗 有没有60天前去报到这很重要 对不然会被采法 而且衍生后面不必要的劳持纠纷 所以裁员多少人是一个必要去 先去跟这个主管机关去诉说说 我们可能要裁员多少人 大概有多少人的一个限制 这个其实是规定在 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里面 那它有分成好几个门槛 那大概这个就是10人以上的公司 你就要开始注意到这些相关的规定 所以因为台湾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它可大可小 可以是两人公司一人公司 也可以到几百人的公司 几千人公司都可以 所以在疫情期间的确有很多的公司 它是用这种线上工作 那线上工作可能会引发什么劳资争 就是俗称的远距工作或是在家工作 那这个部分我会建议 公司如果要让员工在家工作或是远距工作的话 第一个它涉及到工作地点的变更 我会建议要把劳动契约跟工作规则里面 关于某一些特定劳工 它的工作地点要另外签一个正部条款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 因为在家里工作就不在办公室工作 所以第一个它的公时记录也还是要有 它要线上打卡 第二个它在家里要万一不幸 它在浴室滑倒或是去倒个水烫伤 它也算执灾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变更 它又没有在办公室 它在家里怎么会算执灾 那执灾还会衍生到后面 现在很多雇主其实很有这个风险概念 它会去保执灾的团保的给付 或者说雇主的责任险 可是你没有去做这个工作地点的变更 到时候保险公司可能不会理赔 因为它在家里跌倒怎么会算执灾呢 我怎么帮你赔 所以最后一个步骤 要记得去通知你的保险公司 说我已经让某一些员工在家工作 这风险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大家觉得说在家工作是比较安全 我觉得不会 因为家里其实它是用来设计居住 不是用来工作的 它也许去倒水的过程中 路上有一个小孩子的积木 有一个玩具踩到跌倒 它就烫伤 在家里 卫浴常常是共用一个空间 它去上洗手间 前一个人上完之后 水洒在地上 它进去又不小心滑倒 我想办公室反而比较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我认为如果要在家工作 远距工作 可能要把工作地点给变更 再来就是远距工作都是用远方登录 所以我认为站在雇主方 还有一个要考量的就是 资安的问题 资讯安全 因为你要给它一个 这个比较保密的ID密码 而且这个建议要常常更换 在那个契约条款里面 一定要写清楚 它这个在家里登录 就只能做公务使用 然后这个ID密码 它不能做其他的使用 对 也不能交给它的家人 比如说叫他太太来帮忙看一下 租贯来的时候叫我 绝对不能这样 尤其它如果涉及到 它的业务是属于公司的机密 营业秘密等等 更尤其比如说处理个资的 你让他把顾客的个资都带回家去弄 然后万一外泄了 公司还要负责任 所以这些事情 它其实有很多台语所谓的妹妹嘎嘎 但是大致事实上就是我刚讲的 工作地点的变更 保险的通知 然后职灾的注意 然后再来就是我刚讲 职安的考虑 所以其实今年2020年 因为疫情发生的关系 而且没想到他会撑托了这么久 所以很多人的工作形态都做了改变 那对于公司来说 对于企业来说 他也要因应着 这个就是现有现实的状况 而赶快做好法律上面的一些 彼此的保障 是没错 我觉得就是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 法律其实是一条社会规范最低的标准 它也就是一条所谓的真实不过的红线 你一跨过去可能轻则被劳解裁罚 重则被告上法院 那我认为劳之双方一定要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光是我们讲说 今年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 像我们刚刚讲的在家工作 你要注意到契约的变更 又比如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政府也通过一个疫情的特别 防疫的特别条例 里面也赋予劳工有两种新的价别 就是第一个 万一你不信 这个共同居住的人 或是有接触时的人 可能这个被验出来是阳性 那政府可能这个 这个疾管局会叫你要在家 自我隔离 那不能上班呢 这个时候他可以请一个叫做 防疫隔离驾 这是防疫条例的第三条第三项规定 那雇主就有义务要准嫁 而且不可以扣他的全勤 又或者说家里有小朋友 小于12岁的 那他们学校因为这个防疫的关系 今年不是寒假就延后开学了两个礼拜 那他是劳工家长 小孩子在家里没得照顾 他就可以请所谓的防疫照顾家 所以这个都是新型态 因为因应疫情 劳资关系互动的一些新的做法 是因为因应疫情 很多人因为变成线上工作 有些系统也都必须要去更新 对不对 对于这个企业来说 也是一条可能比较传统产业 他不是数位在工作的企业来说 他也是一个学习 因为他本来很不熟悉这样的系统 可是必须要变成这样的时候 也就必须要在成本上面 你要去把这个系统建构起来 然后在那个条约上面 有做一些调整或是修正 是其实根据统计 在国内外有很多企业 试行这个居家工作之后 有的企业觉得成效非常好 居然有三分之一的企业说 要让我防控就居家工作 变成一个常态 那如果常态的话 其实就很多事情要变更 例如说 我也碰过一个案例 就是员工 在公司叫他居家工作之后 员工说 这样固然好 我不用到办公室来 可是他说 可是我家没有装宽品 你可不可以补助我 宽品的上网费 那到底要不要补助 那又比如说他说 因为你叫我居家工作 我都要跟主管密集的 用手机通话 那个通话费就暴增 你说应该补助我 我就检视了一下 那个企业 他本来有 补助员工通勤的交通费 可能一个月月三四千 约某这样 可是因为现在不用通勤 你就在家里 我就建议他把 这一笔三四千块的交通通勤的津贴 就把它转换成是远距上网 跟通话费的津贴 那这样子的话就两全其美 那大家一样 用我刚刚讲白纸黑纸 就把它给定清楚 了解 但因为你确实有这个真实的支出 我企业补助你 可是你那边没有支出了 你不需要通勤了 所以我就把那部分 把它预算移过来 所以这可能 除了企业变更之外 可能还要在网上溯及到 比较中大型公司的财快的 那一个支出的费用项目 要跟着做变更 好 那其实因为科技的进步 真的是很多的工作方式 都会有所调整 因为以前还没有什么社群软体 还没有什么LINE App WhatsApp 这一种的话 其实老板要交代你事情 就要打电话给你 那现在没有 他现在就传一个LINE给你 就告诉你说 但你可能半夜十点会收到 主管或老板的LINE 那这可不可以 如果老板在下班之后 赖员工 而且是要求员工在下班之后 完成某一些工作的话 这个其实是要付加班费 真的 不会因为他在家里就不用 那我会建议 就是说老板尽可能 现在在欧洲有一个叫离线权 就离开线权 离开线权 你要尊重他有离线权 对他下班之后 其实不只能离开办公室 是手机的公用群组 他也有权利 他都完全不读 或是一读不回 那如果你真的很紧急 就要做就要付加班费 那当然有一种例外 就是说你只是提醒性质的 就是某某同仁 下礼拜五下班 可是我要提醒你 下礼拜一早上 我们就跟董事长 董经理要报告 所以你那些事情 你要稍微想一下 对 但是如果你是说要报告 所以你要利用你的假日时间 把这个报告给完成的话 那这个就要付加班费 可听起来也都感觉就是 感觉关系好像就会变得蛮尴尬的 是 当然这个 我只是说法律是这样规定 但是方方在互动的时候 就是保持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的默契 对 我觉得不管是主管老板 也要尊重员工下班 其实大家将信比心 上班已经很累了 下班就是要充分relax 那除非你觉得 这个不完全涉及公务 可能是 大家还是属于朋友的关系 分享一些美食情报 或者大家丢了去吃饭 这个倒是没有关系 OK 好 懂一点法律 劳资不对立 管理不犯错 这个是陈叶欣律师的著作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10点51分 懂一点法律 劳资不对立 管理不犯错 这个是陈叶欣律师的著作 里面有20个劳资的案例 其实是非常简显易懂 其中有一些法条的部分 陈律师也非常贴心 没有太干扰阅读的人 在阅读上面 你就可以非常的明白 清楚的知道说 你遇到什么样状况的时候 在法律上怎么样规定 你可以怎么样去处理 劳资关系 就像是很多的男女朋友 就是好聚好散 我觉得好聚好散 真的蛮重要的 就是你也不要有太多的 这种怨恨不开心 就是好聚好散 那你要懂得一些 法律的条文规定 劳资关系预防胜于治疗 所以刚才陈律师也说 这本书是很适合大家入门 也适合大家放在床头当工具书 是没错 其实市面上讲劳动法的书 其实很多 也很多劳动法的老师有写 但是我觉得法律的文字 总是让一般的人 有看没有懂 我想我刚刚前面讲过 劳基法从第一条到86条 很多劳工其实一定也都没读过 那更不要讲老板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苛责大家 因为你去读 大概读到第五条第十条 你就想睡了 因为每个都中文字 可是组合起来就看不懂 所以我这本书是第一次 我想要用一本 所谓的讲人话的 劳动法的入门书这种方式 所以这本书 我也跟天下杂志合作 就是透过用采访报道 这样的一个笔触 让大家好像看一篇杂志 或看一个报纸上的八卦 那也把它看完 那问题是 我们也不单纯只是这样 我希望这本书 除了作为劳动法入门书 它更重要的是一本 劳动法的工具书 因为当你读完之后 我建议你也不要丢掉 或是转送给别人 你就放在你的案头 有一天 你觉得好像这边有一点问题 你会觉得似曾相似 那就是在这里面 这20则案例 一定或多或少都有提过 你就拿来把它翻阅一下 那我把法条 就是为了不干扰大家阅读的流畅 我都把它放在最后的目录 所以你看到每一个章节 比如说这个章节在讲试用期 到底老板可不可以叫我用试用期 那试用期有过或美过或试用期 要注意哪些事情 你作为主管你想要了解 你就翻到试用期那一章直接读 读完之后去读后面的法条 或者说你哪天上班 你作为一个主管 有个同仁 跑来跟你说 那昨天你派他去跟客户 去这个谈业务的时候 被客户摸大腿性骚扰 这个时候你就要 雷达就要打开了 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主管 作为公司老板 你有什么要注意的 你有什么要注意的 然后就去翻开来 原来条货也是这样的规定 否则不小心你就又莫名其妙 被罚了10万到50万 然后你的大名还要被公布在 劳动局的网站 这个都是因为不懂法律 会吃很多亏 是因为现在的确 我们有劳基法 甚至就是在今年上路的 这种劳动事件法之后 其实发现台湾对保障劳工权益 是领先其他国家的 是没错 尤其今年这部劳动事件法 它的条文更少 只有53条 但是每一条都让职方 让雇主老板会倍感压力 那我后来才去研究一下 我才知道了解到说 这部劳动事件法 因为被号称为史上最有感的司法改革 那要如何有感呢 就让劳工要进到法院 去告老板要很容易 所以我们的学者也很用心 就是集合的日本跟德国 最保护劳工的条文 都把它给 都加进去了 都加进去 然后变成一个精华版 可是各位就要想相对的 当然就是对日本跟德国老板最严苛的条文 都长在我们台湾的法律里面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老板是非常的有压力 例如说 劳动事件法 37条再讲工资的推定 里面我查阅了今年上半年 总共有28则判决在适用这个条文 那那个判出来结果是非常惊人的 这28刑里面雇主只赢了6刑 输了22刑 更不要讲我刚刚讲的 可以一边打官司 一边上你的搬领你的薪水 那是7比1的悬殊比例 对那另外那个1的部分 我觉得根本就搞错法条 所以照看还是7比0 雇主到现在没有一件赢的 所以我会认为 不管你是劳工还是雇主还是主管 尤其是我觉得中小企业的雇主 跟人资人员还有主管 你更要来看我这本书 对这个太重要了 但是其实真的在一个 自己很喜欢的环境里面工作 是很幸运的 尤其是如果你又做着你喜欢的工作 这个就是你在人生当中 觉得在职场的追求 如果能够做到喜欢 你又很擅长那是最好 那当然就是你在职场当中 如果觉得很不愉悦的话 我想就是你运用法律 是最后一道房间 但是就是你就变成要考量说 是不是自己的性格 或是在面对一个职场工作的时候 你也有部分要调整 我觉得就是劳资双方都有反省的空间 是没错 所以我这本书希望让大家懂一点 法律劳资不对立 管理就不会犯错 是好 这个非常的详实 真的好适合所有在职场当中的老板 或是职员 我们都来看一看 非常谢谢陈彦新律师 给我们这么棒的一本 懂一点法律 劳资不对立 管理不犯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